好了,你現在聽到的神旺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這個訂閱狀況,摩扁直播,靜音部,沙冷氣 以及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也希望大家幫忙把直播節目和直錄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Chiefle說 香港搞什麼國安,連國籍和居港權都搞不好 其實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即是 這個 國籍的問題 在香港其實很多人有外國籍 即是香港最有錢的有錢人都是加拿大籍的 其實 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講的現實 香港四大地產商裡面 有兩家人都是外國籍的 那你是不是真的要趕走有外國籍的人 香港是做不到的 香港有很多人是有外國籍的 還有 即是 2019年那件事 再說回來 黑暴友裡面 真正有外國國籍的人是少的 其實是 即是我講的現實 即是不像那些人說 你暴動就可以無後顧之憂了 有外國籍 不是這樣 即是現實就是 你看回頭 就是很多有外國籍的人 香港根本就是正正常常打工的 即是我講的現實 他們打工是賺錢的 在香港是 那 怎麼會 怎麼會 我講的實情 怎麼會是 在這裡搞亂香港 特地 即是你說 有些有外國國籍 之前支持黑暴他們走了 那麼他們有一部分人是走了 但是那些是少數來的 其實 其實在香港現在還有很多 有外國籍的人 在香港 賺錢 不過他們的態度就改變了 以前 有些人想著 長期在香港那裡住 即是 不會去別的地方 即是不會回到他們另外的國籍的地方 但是現在有些人有第二個想法 這些是我在香港 即是跟有外國籍的朋友 接觸過的 他們的做法是怎樣 我告訴大家 他們就是在香港做 一天和尚敲一天鐘 上面的人叫他們做什麼 就是做什麼 有些是打政府工 即是我也講過實情 即是有外國籍的打政府工 上頭叫做什麼 就是做什麼 不會質疑上頭的決策是否正確 是絕對不會 因為 現在這個環境 你質疑上頭的決策是否正確 你又是沒得搞的 這些是 真是他們的人告訴我 那 那就 做好這件事情 你叫我做什麼 就做什麼 我做的事情 其實之前也講過 我做的事情都是精品來的 但是 之後這件事情 做了一件精品出來 有沒有用 我不知道 我不管 那態度就是這樣 其實現在香港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就是 你叫我上面 叫我做什麼 我就做 你說要怎樣 我就怎樣 接著 事情會不會為香港好 做了出來 會不會是香港好 國家好 發生什麼事 其實這樣對香港是不好的 但是現在香港的事情 真的正在發生著 在你和我身邊 都應該會看到 一些人是這樣的做事的 在香港 那 就是 有些事情你也要看清楚 說真的 河虎就說 政生編分了這麼多 在內地他們被人搞很難 他們在日本又有搞社企 那些 他們到處都是 他們 會不會輕易收了檔 我告訴你 不太容易 在香港他之前還有開非法舖 那些 我不知道現在就沒有了 如果你們還在那裡說政生 其實我不想說 其實做很多事情 他們都是想 慈善的工作可以做下去 其實現實就是 你沒有錢什麼都做不到 在香港這個地方 那他要麼有兩個方法 要麼就籌多些錢 要麼就做大資產 然後那些資產 就賺錢養慈善工作 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做的 人們搞慈善的會 也是這樣的 你是要搞大資產的asset pool 才行 不是做不到的 不是 其實說真的 是很難做的 做慈善 不是這麼簡單 而且你拿88牌 你要有財力才能做得到 你沒有財力是做不到的 現實是 根本說到底都是講錢的 其實 那個現實就是這樣 丁就說 飯箭式愛國 沒有移民之前 家鄉好 X不行 移民後做到五爐七雙 都是家鄉好 其實 有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還有很多人都知道 你在外國生活 過一段時間的人都知道 如果以工作環境來說 外國工作環境不是很好 做男嶺的人 就會覺得外國工作環境是好的 但是做白嶺的人 基本上沒有人會覺得外國的工作環境是好的 基本上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爸爸 他就說 越出國越愛國 因為原來自己不行 就經常覺得環境不行 換個環境 就出去之後 發現外面更加不行 又不方便 語言又不通 反而覺得社會主義好 這些一般都是精神國外人 沒有怎樣出國 其實 我告訴大家 我在外國看到 大部份 在外國的中國人都很外國 真的 不是開玩笑的 在外國打拼的中國人 大部份都很外國 我不敢為所有人說好話 但是你們說 那些BNO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遲些就會承認 你不用擔心 到最後還是要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DBNO人 我講過現實 其實我是很老實說 現在 英國政界的方向 跟中國的關係都... 我認為 一旦變成了司紀賢拿手機之後 跟中國的關係就會變好 其實是 其實跟澳洲是類似的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Elsson Luke就說 政府要有多蠢才才會取消 新在外地通緝犯的護照 令他們順理成章 成為難民 加速受到庇護 是的 但是他們是做了 所以 他一做這一招 我已經覺得 你也不知道搞什麼 你究竟是 想他們回來 承擔法律責任 還是他永遠流亡呢? 如果你想他永遠流亡 你就不用高調說這件事情 真的沒有必要 如果你想他永遠流亡 你唱高調搞這件事情 結果一到最後 其實 他們更容易 變成人權鬥士 又是幫他們套光環 結果就是 沒有辦法 有些人是要這樣做 我也是沒有辦法的 是不是? 那麼兩方就說 強剛的保安局手法 偏向強硬 不理復和 是的 因為他們其實 都是藍絲 很捧他 我相信他看過很多都是藍絲 屈蛇 露氣雄 那些事情 他們說什麼 就做什麼討好他們 他是這樣的 那麼 你說社會之後會怎樣 就繼續搞國安 其實很簡單 特首他頒的表揚 頒給23條 你就知道方向了 所以 香港有些事情很難搞得到 我講過的現實 是很難搞得到 到年底的時候 就會看得更加清楚了 因為 其實 這是一個信心問題來的 不過本身 香港是一個 我講了很多次 雙負 你搞太多其他事情 對香港也是沒有好處的 香港其實本來 只是應該聘經濟 要不就講一下何太 講何太也是聘經濟 也好 也不是壞事 講何太也是聘經濟 那 HAPPY WONDER 他就問 英國很快就有面簽去中國 說不是的 他轉了 他一轉了 就有機會商量了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不能商量 就是因為 就是 右翼的政黨的人 玩得太盡 其實在澳洲就是這樣 澳洲就是 自由黨 波總搞得太過分 你搞得太過分 你沒有彎轉的 好了 換了裝 換了工黨 Albanese 上去做總理 那件事就有彎轉 其實就是這樣 英國其實 約翰遜那些玩得太過分了 其實約翰遜是玩得很過分的 玩了很多事情 美國說什麼去做什麼 這個Boris Johnson 是 是不是 還有之後 那個文翠山也是 文翠山也是之前 文翠山也是 已經是衰衰的了 去Boris Johnson 又衰到極點 接著之後 那個卓維斯也是搞中國的 好了 新位成也是 你不能商量的 變成是 之後 轉一轉就有辦法商量 其實有些事情是可以有辦法商量的 那麼 衰蜓經的就是 外國生活就是地方大 稅草 草錢不易 那當然是難的 這些當然是難的 那 那 大懶人就說 如果沒有現代中國發展的騰飛 外國的中國人的地位 就不會有所提高 其實外國也會賺少很多錢 其實現實就是 澳洲 現在變成一個 可以說是很富裕的地方 也是 因為中國的發展 其實大家 大家是可以 你好我好 大家好 這個世界 就是習主席說得對 這個世界是足夠大 可以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可以容納到大家的發展 這個世界不是靈和遊戲 不過當然有人說 我習主席說我不相信 可以有人這樣說 那 冒日凡星說 當年八九 柴靈爾開希出走了 國家到現在 什麼都沒有說 走了 也無需再多言 才是王道 其實 比亞迪這件事可以說一下 比亞迪近來 巴菲特減辭了 現在有人質疑 這個比亞迪 究竟 這個比亞迪 會不會受到壓力 這個股價 因為這個股價比之前 工股 價錢低了很多 其實 其實 比亞迪這件事 為什麼 巴菲特會買了呢 也要說 這個查理蒙格 這個蒙格的朋友 李錄 李錄就是八九年 出走的學生領袖其中一個 就是李錄 叫巴菲特 建議 芒格去買 這個比亞迪 其實是 這個世界 不要看得到 我的看法 就是有永遠的仇恨 沒有必要的 19年那件事 就是他們有一群人搞得很過份 沒錯 真的搞得很過份 但是現在這件事已經過了五年了 已經過了五年了 你還去不斷提起這件事 還去說這件事會有潛在的危險 其實是對整個社會不利的 其實是 他們還想搞事 搞得出什麼樣子 你有這麼多法律 一搞事 你就拘捕他 是不是 你不需要搞那麼多 有些事情已經是 問題已經處理了 不過有些人說 不是 問題還沒處理 他們還是很危險 還是不斷搞事 看看情況如何 實際情況就是 香港現在也沒有人敢搞事 現實是 對不對 強姓就問了一個問題 到底美國何寶界 心豪威爾 是不是真的穿了個洞 這個問題其實我解釋過 休息一會兒 不如回來講一下 其實今早我也覺得 節目的流程打亂了 這個講句不好意思 因為有時候也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實際情況 有些人 可能不是聽之前的節目 我也要學會理解一件事 我今天也 可能之前的節目 他根本也沒有聽 或者聽了也聽不入耳 那就沒辦法 梁家文就說 李陸 前幾年已經回國 其實 有些事情 過了就算了 你不能把這件事 長期不斷提 其實現在已經說了五年了 我告訴大家 八九年那件事發生之後 九一年 鄧小平已經南巡 說要繼續改革開放 有些事情 該做的 應該早就做了 改革開放的事情 要做的 好了 香港專注在做生意 其實他們也說了會做的 現在 立了二十三條樓 專注拼經濟 他們說了 對不對 他們說了 現在有沒有做到 大家有眼睛看 對不對 揮日人類命共同體 就是跟美國機太貼 打壓中國 下場只有一個 一必定令國民經濟受損害 該國經濟 選民就會投票 向另一個政黨導致轉換 必定下台 好像是這樣 英國會是這樣 但現在又到菲律賓 被美國當槍洗 菲律賓是特殊的 菲律賓的情況也是特別的 他不親美不行 你想想馬赫斯家族 其實 美國人肯定是收藏了很多黑材料 我猜 就是我猜 美國人肯定是收藏了馬赫斯家族 很多黑材料 所以他們怎麼做都可以 我的看法就是 那 霧日凡星就說 今年612都沒有人出來搞事 有什麼危險 只是某些高官政棍 不停地說有危險 真是煩 那 那 就是 一會兒講一下 現在的傳聞 什麼 什麼 我也覺得好笑 那些傳聞 休息一會兒回來講一下 有關艾森豪威爾的傳聞 jogos 有趣 你可以這樣 是嗎 是嗎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